大家好 星期二日報 今天是2021年11月2日 星期二 新節目就上架了 多謝大家一路的支持 在聽這個節目的同時 我都想大家可以去那邊按個like 留言 亦都可以告訴我想聽些甚麼 多謝大家一路以來的關愛 我先開始今天的新聞 其實我覺得這件事是很大件事 是一條新的紅線 我現在報導給大家聽 黃國糾烏團 在10月31日 就在西陽菜南街被警員折查 四個人被抓了 警方說有人展示 附有煽動字眼的橫額和物品 警方指其中一個被捕人士身上 搜出一幅涉嫌違反國安法的二拉架 警方說昨晚的9點30分 其實就是10月31日晚 警員在西陽菜南街巡邏的時間 發現三男一女 就懷疑展示這個煽動字眼的橫額 截查期間一個女子情緒激動 並展示附有煽動字眼的物品 引來至少30個人聚集 之後三男一女被人被捕 年齡介乎61至85歲 即是阿伯都被抓了 85歲 涉嫌干犯煽動 意圖罪 被捕的人現在仍在扣查 警方表示 涉事的橫額 是 疑似煽動字眼 是我要真普選 另外呢 我不知道我要真普選 是有什麼煽動 另外呢 寫上 撐自由 反惡法的黃傘 都涉嫌犯法的 警方又指 在其中一個62歲的被捕男子身上 手獲一幅涉嫌違反香港國安法的疑拉架 消息指上面寫有 光復香港 時代革命 和五大訴求 缺一不可 那要跟大家表明 這是一條新紅線 哪有法例說 我要真普選 撐自由 反惡法 都是干犯煽動罪呢 沒有啊沒有這條法例 那現在這條是新紅線 步步進逼 警方已經變為立法者了 希望各位 保重自己 昨天開始 出入政府大樓 街市院等等 都要用這個安心出行 有五個人 我昨天報過了 就在灣仔的入境事務大樓 就懷疑用這個 這個假安心出行應用程式 就拘捕了 那有網民在網上討論區 貼出軟件的開發平台 Keeplet 給這個安心出行的開發者 就說 收到香港警方網絡安全 和這個 相聚科的調查信件 他貼出有網民在 在討論區 說網站有違香港的法例 要求平台 關於有關的編輯程式要下架 平台逐要求開發者提交資料 現在Keeplet 已經找不到有關的編輯程式了 有記者和警方和Keeplet 查詢 消息說警方是有要求這個平台下架的 即是那個安心回家 有網民在討論區出帖 分享一封由Keeplet發出的電郵 附有香港警方 網絡安全 和科技罪案調查科的信件 要求平台 將兩個 在網頁的編程 和其分叉版下架 說警方 接報有幾個假安心出行的網頁 聲稱 是政府的應用程式 指該類網頁違反了刑事罪行條例 第七十一條偽造 我想現在安心回家應該下架了 希望大家不要再用了 那Keeplet在電郵裏面 要求開發者提供足夠的資料 證明有沒有違法 香港法例和Keeplet的使用條款 指如果四十八個小時裏面 沒有足夠的資料 就會將內容下架和封鎖帳戶 封鎖帳戶 現在Keeplet已經找不到有關的網頁了 但是有關的編輯程式 在另一個平台 Keephite 不知道Keep什麼 依然是存在的 仍然是開放給公眾自行 取用和複製 政府在今年年初要求 出入指定場所 必須要用安心出行 坊間就有人製造這個假的安心出行 界面和安心出行是非常相似的 也能夠成功掃描和辨認各處場所的二維碼 製作者也將有關的編輯程式 完整地上載至軟件的開發平台裏面 而開發者也有在平台上寫到免責聲明 軟件是不應該取得安心出行的 強調不是特區政府官方的追蹤程式 如果有用戶用了之後有其他後果 作者是不會承擔任何法律責任 並且保留追究權利 我建議大家真的不要用了 不要那麼狠狠被人抓 有些人還曾經提議過我用 不要搞那麼多事情 好 看來 旅警總督察林婉儀 9月25日在沙州一帝追捷走私快艇 時墮海殉職 他家人昨天在紅磡的世界殯儀館設靈 警隊在今天在殯儀館和和合石 舉行最高榮譽喪禮儀式 殯儀館的儀式完結後 零車會在上午的11點多離開 現在離開了 前往岸船洲 政府船澳水警小艇分區總部路際 再去到和和合石安葬號原 和合石號原 安葬儀式大約在下午的12點39分 在號原舉行 墓地的通道放置多個花牌 有近百人到場 有十多名的警察 身穿制服在墓地前致敬送別 庭宣 左手都纏上黑色布帶 家屬的神色哀傷 警察樂隊在現場奏樂 氣氛嚴肅 安葬儀式大約15分鐘完成 一眾親友在另外 進行其他儀式悼念 追捷海上走私 船艇殉職的臨婉儀將會在號原場面 公務員因公殉職 除了按雇員補償條例 可以申索84個月的上限收入作補償之外 遺商亦可獲發一筆死亡欣述金 相等於該死亡的那個人 36個月的最後月薪 受公養的父母 亦可根據情況獲發退休補償金 不過殉職是公務員 落葬號原之後 不一定代表可以永久土葬 要永久土葬 需要被獲這個界定為 英勇個人而殉職 一般獲得追授英勇勳章而獲準 我想林宣義是有的 否則六年之後 他的鞋骨需要重新安放在原內的骨灰鎮位 或者火化之後安放在原內的擠鎮 即是你不說我都不知道 原來你撞號原 是不一定這樣的 即是不一定撞到尾 親中陣營這個KOL的華記正能量 上個星期宣布反對林鄭連任大聯盟 隨即被陳正心其他親中人士追擊 繼早前撤回大聯盟之後 楊觀華今天宣布暫時封咪 亦都痛斥有藍營人士抹黑他 是欣張仇報過橋秋版 他說依然會分享正能量 即是正男樣這條男樣 但是不會拍片的了 至於什麼時候再開麥克風呢 他說可能是下個月 亦都可能是明年 如果有人需要幫助的 就會出來發聲 華記正男樣他這樣說 他說被自己陣營的人士 欣張仇報過橋秋版 無差別抹黑 我猜不到 現在沒有了黑暴 居然自己藍營人士 我幫助的人 我幫助過的人 今天調轉窗頭 反轉豬肚債市 為了自己的目標利益 居然埋沒良心抹黑我 華記正男樣就是這樣說的 最後想說副湯道火案 湯哥其實 多謝你幫過我這麼多 在2019年7月的副湯道火案 脫罪的被告湯偉雄 和2016年旺角騷亂的被裁定罪成的盧建民 早前就因為暴動和非法集結 這兩項罪名的法律原則 就向中院提上訴 主要的爭議是包括兩個罪 可不可以起訴不在場的人士 和共同犯罪定義等等 中審庭早前一併處理兩件案件 根據司法機構的網頁顯示 中院會在這個星期四頒發判詞 上訴人湯偉雄 我簡直說一點點 在2019年7月中上環一次騷亂被捕 經過審訊之後脫罪 但律政司控罪完訴 上訴到上訴庭提出案件陳述 並已獲得勝訴 上訴庭認為控方引用控罪 可以伸延到不在現場的被告 即是包括為示威者提供物資的人士 負責把風的哨兵 以及為示威者提供接送家長車的司機等等 雖然控方在上訴庭中獲得勝訴 但他都說不會要求案件重審 但湯哥不服上訴庭的決定 提出終極上訴 湯哥我永遠支持你 你幫過我的 我跟他是認識的 他的代表律師潘希 在上訴的聆訊時候都強調 參與者需要在現場有共同目的 有共同目的犯案才會被定罪 不在現場的人 不應該因為共同犯罪的原則而被定罪 那律政司的代表就強調 除了特別著名共同犯眾 適用在普通法所有的罪行之外 非法集結和暴動也不例外 那我想說啊律政司代表 你老母 非法集結不扔集結 在家裏怎樣集結啊 你媽媽 臭氣啊 今天不說那麽多 谷冷氣啊 我今天有很多漏口啊 我都不知為何 因為有個人在我旁邊看著我錄 那不說了 我們等星期四 看看湯哥贏不贏 如果想我做專訪的 在下面留言 我聯絡一下湯偉雄先生 你聽到 神秀溝啊 我們都那麽熟了 其實都不用說什麽了 好了 記得按LIKE 看廣告 建設性留言 社交媒體 share 訂閱我的頻道 月費贊助 記得支持我另外一個節目 我今天沒有做過哪個節目的 但你們都希望你們去看一看 按LIKE 留言 好嗎 多謝大家 拜拜